据专家调研 市面上每十条半入耳式的白色耳机中 有五条都是Earports 剩下的一半则是假Earports 分辨它的真假并不需要任何高大上的工具 铸铁尖锤一把 敲碎外壳 骨膜精细 振膜柔软的为真 此时此刻砸碎才能分辨 真假还有意义吗 讲究人的眼中 拆机可不算方法 为此 南方的友人为我们烧来了当地的特产 高防耳机 高防耳机的世界里有着森严的等级 第一步 观察包装 五元的行走江湖 混迹天桥 随意的包装 松散的做工 晃动耳机 单元松动作响 摆脱不掉的底摊机制 因为无需技巧即可辨认 反而属于人畜无害 成本十元起步的耳机们 展现出了一定的诚意 包装盒上的logo 已经和真品的哑光处理一致 对刚观察 高防耳机无法避免地出现了 注促的凹点 真品表面完美平整 如果仔细 所有防品的盖子和底座的大小 控制都不好 刮手程度可以明显感受到公差 正品的表现可谓严丝合缝 logo 注促凹点 接缝 几乎已经可以隔绝市面上90%的假耳机 如果包装已经不在 没关系 第二步 对比外观 网上曾经流传几个比较好看出差别的地方 随着高防的改进 在插孔 印刷子体上 差别已经很小 耳机上的接缝已经无限接近原装 至于耳机的金属绑 必须要在20倍的行为镜下 才能看出气味的差别 不怕你心黑 就怕你认真 极有的pillow出生在了10元和20元等等的线控场 有着肉眼可见的缝隙 而代表着世界工厂的严谨和专注的30元金把 外观上已经找不到任何区别 暗阶音不仅没有10元20元劣质的响声 相比原装的声音都要更小 回馈感也非常扎实 所以从外观上 线控可以区别10元20元的金把 但是30元的必须和原装对比 这里隐含的条件还是你知道哪个是原装的 是的 只凭外观 可以过滤到30元金把以外的所有假货了 但是金把怎么办呢 第三步 听 Earpods之所以能带来200元 那一近乎顶尖的音质水平 和其利用底部这个开口带来的低音 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鉴别的可能 戴上耳机时 用手堵住两侧的气孔一会儿 当你熟悉当前的声音时 松开气孔 真品会感受到明显的低音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